那加海耀 攻击率达到100 可惜没继品 那这波就看天方有没大 就看牛有没大 或者是 我老婆有没大 只要你没大 鸡毛很难守住 那加一定要跟队友分开战 也不要贴住 因为你要 把低波EOE吃掉 然后呢利用盾 如果你跟其他人贴到一起 一个牛全部搞定 这还有什么意思 墙拆了不管了 棒子拆好 对你AOE不敢随便放 不敢放着玩 要不你就放毁灭性的 要不你就把我人杀掉 好 睡住墙拆吗 没有 只是拆一个兵营 睡住战位 不是 不是撤 这个大 只拉了那么一下 我老个大已经好了 所以这波谜团有点冲动 棒子插起 那你就必须打棒子 给了一个 给自己一个摔老走了 锤子给上 可惜 哦 再一个捆 捆住 你用一个F干掉 这边一往前方 已经双杀 进一方只能撤离 可惜小男嘉 这个盾都没废啊 诶 我们注意一下 敢不敢打 低波控制给了陈 果断卖掉队友 还是选择扯 我们下一次看 能不能一个睡 把这个兵营拆掉 小男嘉 有盾 就可以再准备 下一波故事 我们来分析了 上一波团战 就是说 我们知道 在以前班团里 那加睡 加谜团的技能 这个B嘛 是非常好的一个combo 我记得有一次 Ghost就使用了 还有黑闲 当时的睡的时候 黑闲都马上拉到一起的 然后一个拉 再加上 那个谜团的一个吸 能够全部吸住 刚才也想 谜团也想耍这一套 但是呢 他 我说了天方人手都有控制的 所以谜团那个B的 肯定会被其他人中断掉 这就是他们这种的 不能这样套用的这种方法 别人都有控制 都有中断机 当时其实第一波睡的时候 就强拆就对了 降拆 利用古法的报 跟大家的A 我觉得能最起码拆掉一半 那第二波打团 人打得比较有底气了 甚至就说 其他队友都可以去 然后想大家利用他自己的两次 两条生命 真的可以降拆掉了 而且呢 这波即便你 被人打团灭也不怕 因为别人这中间有两个塔 很难冲到你高地 这边先知识在边A上 这边野外是埋伏一下 这会儿其实 因为天方高塔已经没了嘛 只要被打一波小杠的失败 肯定就高地要破了 而且要破得一塌糊涂 所以天方选择蹲野区 这个战术也是正确的 如果这波还是傻 傻兮兮的抱团 我们去往前带 那我觉得 胜算并不大 因为如果再打一波的话 牛应该已经是十几 这波再败的话 牛有十几几 就真的没法打了 哦 这边也是想上了 注意啊 陈站右边 其他人站左边 分身 往前走 天台方人没集合好 让别人提前站位了 注意想大家站位 冲到这里 这个怎么走过去 因为他有这个肉杉盾 他就直接往前走了 其他人就不要管他 既然让天台 精卫方站这么好 来拆塔 这就绝对是 哎 绝对是X5的失误啊 我感觉天台方 进来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 牛不知道跟他去干什么去了 那这样一波兵拆掉 可能就很难打了 如果在这波团人 再打败的话 好我们注意 网住 精卫方和没有完全撤退啊 穷控莫追啊 这边牛倒了 VSE撕血 VSE要倒 剩下识问 你们没有这个狭窄地形的时候 出来打也打不过别人的 天台方的输出并不高 我说一下 人手一个控制 潜台词就是说 你的人手都不是输出 人手都不是DPS 再过来网络 直接没有人了 一波带走 注意当别人夸你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个潜台词什么 是不是 你们人手都有晕 肯定没有一个人 DPS足够 这样出来跟别人打野战 野战的话 你又跳没有优势了 对吧 你这个 其他人的技能 刚才也甩的差不多了 不能是一个满buff 跟别人打 那终于是 MM依靠一个非常漂亮的 回马枪 把天台方 在野外成功的击败 这样的话 就再也没有什么悬念 一个依靠 小娜加 带四法师的push 成为了本场比赛的 哦 这个大吸住 哎 刚好把人都拉到这边了 直接吸死 一个魔棒 死温遇到 遇到小男嘉 真的很难打 哦呦 开得大了 这 C柱 还是死温先死 好了 那张比赛也是倒随 张比赛 MVP的话 这地方因为是一个团队 真的不好评 啊 真的是不好评 应该说是他们的指挥了 啊 只能把 把MVP给他 应该是这边的Malke 来做指挥的吧 好了 那么各位再见 啊 我是 加飞 那么感情收看我的解说 那希望大家在以后 打黑电暴力缩队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打法啊 就是一个后期 后期能够带 能够push的后期 不是优鬼这种后期 啊 是要不能拆塔 要 要不就是能 过来大控一下 然后再拆塔 这种 好了 那么各位再见 啊 那么我们下周再会